据上游新闻,近日,四川梁山州,一女子在平台多次发布视频称,自己遭遇丈夫多次家暴,还被丈夫用白酒点火焚烧,导致身体大面积烧伤,此事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。 女子发布了多条烧伤视频,她在视频里表示,自己来自四川梁山越西县被丈夫烧伤,她于2023年8月14日受伤,受伤前丈夫殴打她,打了很久,之后又把她拉回去烧伤,先把她身份证打出来烧了, 之后用白酒倒在她身上,烧它,她还表示,夫妻结婚14年,她为丈夫孕育了两个孩子,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,会让这个男人这么想法烧死? 与其谢互联回应称,此前他们已介入此事,一直在跟进,并联合多个部门进行了调查,请了解,夫妻双方均存在一定的问题。 此前,女子曾向互联提出诉求,想离婚,谢互联曾联合多部门对其进行帮助,但后续司法部门找到该女子, 她又改变了语义,至于女子提到被丈夫酷白酒,俨然打火急,致全身大面积烧伤不治。 谢互联也回应称,此事公安部门进行了调查取证,但据了解,取证困难。 当时仅双方在家,且都喝了酒,经向其丈夫了解,其丈夫称,妻子也有问题。 杨山州固联也回应称,他们也关注到此事,目前证件如何时处理,警方等相关部门也在了解。 当地深政府也表示,正对此事进行核实,会在第一时间进行反备。